詞曲 Pixoft 作詞 曲 曲 liz 若生命再次旅行 你要哪種風景 是点点风和日丽 还是要暴风雨 若重回一次年轻 你怎改变命运 是抹去悲喜痕迹 还是要静止淋漓 浓浓的回忆 清净的曾经 过去的泪滴 后来的浮云 看人生电影 冲破自己 美丽的足迹 长长的影子 远远的旅行 我回到过去 和从前叹息 看世中倒影 两个字迹 渐并渐努力 长长的影子 远远的旅行 我回到过去 和从前叹息 看世中倒影 养个自己 肩并渐努力 你看 这是我同学的妈妈 特别爱的给你们吃的 喝啊 看起来好好吃喔 好 怎么办 找我了 她不能让我水浇 长安 怎么办 火约越大了 长安 你赶紧跟我 吃 快点 好 妈妈回来了 怎么那么臭 快点 小心 这是发生什么事 没有事 我跟可可想要一起煮面吃 你们 我们家还不够惨吗 为什么你们不能让我省点心 煮什么面 我不是买了土食放在冰箱 给你们吃吗 如果把这烧掉了 我们要睡哪里 不过就是晚一点回来 又不是不回来了 我在外面工作那么辛苦 还要收拾你们这些事 妈 他们吃吐司都吃到怕了 桌上那些饭菜怎么回事 我同学她妈妈 要我待会儿给大家吃 好 这里我收拾 我带点女妹妹 收拾把脸擦一擦 换个衣服下车来 等会儿 小胚 你不吃了 我吃饱了 我吃饱了 吃饱了 有没有收拾了 没有 以后你们进厨房一定要小心点 吃饭 妈 妈 你鞋跟又掉了 我帮你捏一捏 不然你明天就没有鞋子可以穿了 我又忘记了 谢谢你 留情一点 王老板他真的很难搞 每次都要让我陪他喝酒 可是他一喝就醉 所以我每次都跑了好几趟 还是收不到钱 然后我又很害怕 他老婆会误会我 所以我真的每一次都要 非常非常的小心谨慎处理 我花钱请你来上班 不就是要你帮我搞定 王老板跟他老婆吗 老板 我知道你的意思 可是我真的很希望 你可以体谅一下我的难处 就像上次 我专程跑到王老板家去 结果他一见面 又要我陪他喝酒 但是他一喝又醉 最后还不是没有拿到钱 然后我还没有赶上末班车 结果就用自己掏钱 做肩膳回来了 你这样说的意思 我自己去收账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不管王老板有多难搞 你今天一定要把账给我收回来 可是老板 可是老板 不来 你明天不要回来上班 好 我现在去联络 我现在去联络 你再去联络 王老板 没接电话 王老板没接电话 你就去他公司等 等到他付钱为止 你没大脑啊你 去啊 是 老板 王老闆 你终于接电话了 我还以为您出了什么事呢 除了自己 没有人帮得了我 所以我必须学着 把每一滴眼泪往肚子里吞 在离婚担心妈妈的这堂课里 我学到这受用的学问 叫做坚强 是 好 那我们待会见 王老闆 不好意思 让你留等 知道了 废话不要多说 先把它三杯 这样子喝很容易醉的 喝酒本来就是要醉的 不然是喝心酸的 来 我陪你喝 乾杯 李小姐 来 给我唱一首双人枕头 双人枕头 我觉得比较适合您跟您夫人一起唱的 不适合我 那我们两个是比较适合唱 爱情的恰恰 王老闆 你的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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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我们比较适合唱 不如卖西塞 你过了许多次 你是不是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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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太太 小姐 谢谢你通知我过来 应该的 他跟我说到公司备葬 没想到居然是跑到自己来喝酒 原本王老板是跟我约在公司没有错的 只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临时赶到这里来 他是看你单身才约来这里的 不 王老板他虽然海派 但是他其实很正直的 常常教我一些人生的大道理 对了 你那款下了好几天了 老王拿给你没有 其实 我还没有收到款项 不过我想 应该是王老板他人太忙了 贵人都忘记 我还没有 你怎么会来 还不能来 我本来就准备要靠另一个 叫你来的 最好是这样 对了 你的钱已经到过那六天了 你为什么要给李小姐 还没给吗 不好意思 最近事情比较多了 忘记了 我先去上一下洗手间 漂亮 我常常在洗澡 这首歌我常常跟你唱 好 好 这样 我给你开个支票 免得你多烤好几趟 太谢谢你了 王太太 你人真好 其实 你打电话叫我过来的用意 我也明白 当身女人在外面工作 造纸可是要放亮一点 不要看着别人的碗里好吃 就去抢 王太太 是你可以放心 因为我自己的老公 就是被外面的女人给拐跑了 所以我自己特别的当心 我绝对不会做出 伤害别的女人的事 你能有这样的态度 当然很好 但是感情这种事情很难说 以后 以后呢 只要王老板他约我出来 我一定马上通知你 谢谢你 王太太 都说不会抢她老公了不是吗 特别还要那么提防我 原来当人家的老婆 一定要这样 老人会被抢走 你止止了 你太笨了 又喝酒 我真的怀疑是客户比你喝的 根本是你自己爱喝吧 钱收回来了吗 收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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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王老板这条线 你不用去了 我自己跑 老板 这条线我跟了很久 我请你来就是开发新客户 业绩 自己要想办法争取 可是这条线我跟了很久 现在好不容易稳定 你说收走就要收走 这公司是我 老板说了算 真是的 不过来 终于讀了 现在几点了 下午三点了 那公司沒有人打電話來嗎 沒有 怎麼可能 只要有人沒去公司 公司一定馬上打電話來的 你昨天怎麼回來的 媽 妳都不記得了 我好像有一點點影響 李自詐 妳幹什麼 妳 妳要幹什麼 妳要幹什麼 把講述妳那個 吃人不楚骨頭的 混蛋 不要 我還要教訓妳這個 吃人不楚骨頭的混蛋 李自詐 妳明天不要跟我來上班了 媽媽把笑不要去上班了 我 我都在看怎麼辦 媽 怎麼那麼追到妳了 氣象報告說今天會下雨 謝謝 媽 妳還好吧 我們去前面聊吧 嗯 我真的覺得 我自己怎麼會活到了這個年紀 我自己還那麼傻 幹嘛要這樣貶低自己 其實 不管我再怎麼努力 就像現在 我找到了一個新的客戶 但是馬上 就會被我的老闆給搶走 因為他不想要跟我分紅嗎 那就不要做了 我也可以出去打工賺錢 比安 平安月兒院供應募款 請搬問你的愛心 比安月兒院供應募款 請搬問你的愛心 媽 平安月 公立不困 請包吻你的愛心 平安月 公立不困 謝謝 感謝妳 平安月 公立不困 感謝妳 感謝妳 謝謝 平安月 公立不困 請包吻你的愛心 媽 你知不知道 你剛剛捐出去的那些錢 我們都可以吃一頓好吃的 把錢捐給需要的人 我們只不過是吃得差了一點 又不會餓到肚子對不對 其實我剛剛 突然想過一個念頭 看 其實捨不掉 也是一種貪心 所以我決定 要回去遲掉這份工作 不然那個老闆 只會繼續這樣子霸凌員工 就是說 這種工作我們不要做 我們搬車吧 真的假的 反正爸爸也不會回來 我們一起去開始 進行我們的新生活 媽 什麼生活 妳要幹嘛 妳不覺得 太陽在對我們微笑嗎 對 可以嗎 小心喔 好 準備OK嗎 對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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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虛的 東西全部都收起了嗎 我從來都沒有注意過 原來這間房子這麼美 那是因為房子裡面 有很多我們一起創造的回憶 所以才這麼美 我覺得要好好記錄 這一刻的畫面 永遠都不要忘記 那我們就來拍張照吧 來 看小嬌 來 一 二 三 就像小裴說的 回憶總是那麼美麗 可惜的是 屬於我的回憶 往往都在遺憾中落幕 為了應付孩子們的教育 和家裡的開銷 我不得不把 還在貸款中的房子給賣掉 搬去台北 開始了另外一段新的生活 對自己的人生完全負責 媽 我出門了 好 對了 媽 妳不要忘記 今天下午要配我去面試 我記得 走了 拜拜 小心 好 曹仔 對自己的人生完全負責 妳的裙子呢 穿裙子騎腳踏車很麻煩 我到學校門口會穿上 媽 我真的要死到了 妳可不可以不要參加那個什麼 熱舞社的 這樣子妳會有多點時間 可以念書好好休息 妳不懂 熱舞社代表我的青春 妳穿那麼少在別人的面前跳舞 妳一點都不會覺得害臊 那是麗與美的表現好嗎 如果妳有妳姐姐一半的聽話 那我就可以省了很多的心 姐聽話那是姐的事 我自己做決定 所以我要為我自己做決定 拜 曹祖輝咧 曹祖輝 曹祖輝 起床 妳今天一定要跟我去學校上課 妳快點起床 不然我就陪妳去學校 乾脆妳幫我去上課好了 妳跟我起來 快起床 不要犯人的 起來 那現在穿上聽了沒有 起床 我下午會去公園打籃球 妳現在讓我睡 不對 一日之際在雨晨 我一定要妳跟我借掉這個 賴床的習慣 快點起來聽到沒有 被子放旁邊 出來 快快 動起來 這樣自己才會比較有精神 來 走 昨天晚餐子吃兩片吐司 沒力氣 沒力氣 是因為妳的腳步不夠大 快 踏起妳的大步伐 這樣子才可以趕走趴睡筒 好 你幹嘛 好羨慕小狗 每天只要負責吃跟睡 不然就趴在那邊 看著人類走來走去 沒事就亂交一通就好 你在做什麼 你羨慕狗 所以你想要當狗是不是 當狗有什麼不好 我還想過當魚的 每個人從魚缸的這邊 游到那邊 剛才游過的地方 馬上就要忘記 所以不管游了幾遍 他都會覺得 哇 這裡好好玩 為什麼別人的小孩 都會希望我長大之後 可以當華盛頓 愛因斯坦 為什麼 你當什麼魚 當狗的 李浩 你就是好白天沒有事做 所以想太多 你去打工 上次去飲料店打工 那些配方 我一個都配不起來 現在好 只要有任何一個老闆 好願意收你 我真的好 就謝天謝地 好會去感謝那個老闆 我等一下還要上班 見大哥 好啦 走了快點 走了 可以了 走 我什麼方法都試過了 他就是改變了這個 賴床的習慣 我看你兒子很乖 只是會賴床而已 又不會亂發脾氣 他一個男孩子 整天待在家裡面 無所事事的 真的是皇帝不及 即使太監 孫子兒 孫福了 煩再多也沒用 不就家具嗎 為什麼一定要到這一家呢 好困 那女孩子媳婦喜歡 我有什麼辦法 等一下 林太太 上次貴公子來這裡 看過了沙發 聽說她考上了博士班 她一面在大學任教 一面在讀書 根本沒有時間來看家具 所以叫我們兩個老的 跑腿 那真的是麻煩兩位了 來 這邊請 上次貴公子看中的 就是這套沙發 你們可以 嗯 沒什麼嘛 很一般的嘛 我還是喜歡紅屋啊 跟孫子的家具 這套沙發呢 是我們公司簽約的設計師 所設計的 那它專門設計的呢 是像這樣子 有機能性很高的沙發 那它除了柔軟度之外呢 你可以看到像後面的椅背 都是像這樣子 可以做纖維的調整 調整到你自己 所喜歡的角度 另外呢 像有些沙發 可能喜歡做比較深一點點的 那你目前看到的是 像這樣子的寬度 那有人喜歡做深一點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這樣子 往外稍微去做調整 那當您現在看到 像這樣子的寬度的時候 是不是客人來的時候 如果房間比較少 就可以當成是一個沙發床來使用 所以你們可以試著 坐上來體驗一下 我還是喜歡中國風的 我要跟你們推薦的 不只是它的價值 還要搭配你兒子的職業別 我覺得呢 它應該會比較適合藍色 土色 灰色跟銀色 真的耶 它用的顏色都是這些 沒錯 其實呢 這主沙發呢 還有另外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的布料 其實我相信 夫妻未來一定會有小孩子嘛 對不對 小朋友最擔心的是什麼呢 就是會不小心 把一些湯湯水水 潑在沙發上面 但是這主沙發呢 它的布料呢 是防潑水的 所以如果不小心 把一些水啊 潑到上面的時候 只要你在短時間之內 馬上拿布來吸收 它就可以完全 不會有任何的張屋 來 可以體驗一下 試搜看看 不如站好了 讓我來為貴公子補個掛 看看適不適合這條沙發 補掛 什麼東西吧 行 山水蒙 便搖第二搖 這代表會被有智慧的啟蒙師長手教導 很吉利的 吉利 我們就選這一套了 兒子是要我們幫他來下訂的 沒有妳說罪的份 好 麻煩妳下單了 那請問是要刷卡還是附線呢 我刷卡 好 我還是第一次遇到 人家要用這個液晶幫客人摔明 選家具的 妳最早好像很巧了嗎 是因為液晶上面說 我命中缺木 所以我就想來家具店這邊上班 剛好幫我補補浴 來外請稍周一會 我去為妳服務 來 水 來 幫我回家 怎麼電話 喂 來 小培 現在幾點 對不起 我忘記了 我忙得多忘了 對不起 好 我慢慢買通過去 好 妳等我一下 好 拜拜 妳住在附近而已嗎 對 這樣上班很方便 隨時等妳通知 好 妳平常有沒有在看一些服裝雜誌 妳要學一下怎麼打扮 我是來應徵服務生 又不是來應徵模特兒的 而且穿那樣 我都不習慣妳看了習慣 說得也是 對 而且妳想想看 我們服務業要賣的是服務的專業 對 又不是要買臉蛋 賣身材 在連鎖面店打工這麼久 我有信心 我對妳也有信心 沒什麼問題了 過兩天我跟妳聯絡 妳最後要報到 好的 拜拜 這位是 她是我媽媽 因為我女兒 第一次來美食餐廳打工了 所以我想說 有一點擔心陪她一起來 媽媽好 謝謝 妳之前在連鎖面店工作過 今天是很豐富了嗎 對 不管是點餐送餐 或是外場的整潔 也跟客人服務都沒有問題的 可是我們是美食餐廳 餐盤都還算滿重的 我們的餐盤也很重 那妳可以教育得很好 我沒什麼問題了 這樣就可以了 有進一步的消息 就給妳們通知 就這樣了 就這樣 謝謝 謝謝 找工作這種事情 真的 得失心不要太重 我知道那個店長 應該比較想要 錄取另外一個女生吧 你也看得出來 我也有帶眼睛去面試 她面試那女生的時候 花那麼多時間 面試我兩三句話就想打發了 所以才跟妳說 唉唷 這種事情不要太在意 也不要太難過喔 唉唷 我不會難過啦 店長是說回家等候通知 又沒有說不錄取我 她如果給我機會 我一定會表現給她看 哇 妳真的很正面耶 不對啊 妳今天怎麼沒有去上學 喔 我們志圖老師有事請假 她會再找時間補課 哇 妳們大學的生活 很彈性又很自由耶 妳沒有上過大學我都不知道 好 啊老師 啊是是是我是 啊什麼 喔好好好 啊不好意思耶老師 啊不好意思麻煩妳了 好好我現在就過去 啊謝謝謝謝 怎麼啦 主會在學校參加鬥毆被教官抓到 我現在過去喔 妳妳先回家喔 小心喔 好 妳就不能夠乖一點 不要整天在那邊做一些事情 讓我那邊操心耶 動作快點就慢吞吞吞吞 媽 結果怎麼樣 寄過留校查看 我只是站在旁邊看 有什麼嚴重的事情 人家打架關妳什麼事 在那邊湊什麼熱鬧 被寄過真是活該 他一定就是之前跟那些壞同學 沒有一起打架過 所以啊 就被教官貼上了一個黑標籤 覺得他們是一夥的 我才沒有跟他們一起去打架 我站在旁邊就被寄過了 可是教官不相信啊 但我也沒有辦法叫他相信我 我真的只是站在旁邊看而已 喂 你都已經被留校查看了 太多怎麼可以這麼無所謂 我告訴你 你就是應該出去打工 吃一點苦頭 才知道念書是多幸福的事情 還好吧 反正我也不愛念書 你的生活態度真的 讓我很不能夠認同 難道叫你遵守規矩有這麼難嗎 你腦袋關裡面都在想什麼 這無聊嘛 我又沒怎樣 我再說一遍 我沒打架 曹甫 你一天不容易再生氣 你不開心 真是很誇張 媽 妳看他 好 你要他不要再給我捅 什麼螺子出來就沒事了 還有不要跟我講說 什麼要當魚 當什麼狗的 你幫他看看有沒有什麼 不錯的或者是好的工作機會 讓他去打工一下 不要整天我在家裡面 無所事事的 好 都在我身上 媽 我上學了 喂 你這什麼打扮 教官說不能穿短褲 所以呢 他沒有說不能穿長褲 什麼 曹祖惠先生 我已經把經都念完了 你是打算給我睡到幾點呢 你昨天晚上 MBA給我看到幾點呢 我早就醒了媽 你今天念經念錯哪幾段 我都可以告訴你 我有念錯嗎 當然 你這樣菩薩是不會保佑你的 我念經是為了要回向給你 希望你可以學業順利的完成 還有聽我的話一點 還有我希望可以回向給姐姐 希望她的美式餐廳 可以順利的應徵上 希望可以讓我們學 跟念幾歲就念又來了 什麼跟念情 什麼順利再見 女人事實一支話 你一定懂不懂 兩位小心 來 謝謝光臨 好 我們一起慢走 路上小心喔 你好 請問有什麼地方 可以為您服務的嗎 我隨便看看 我認得你 你是我們店 鞋對腳地毯店的老闆娘 我常看你在念經耶 我隨便念念的 你好像也在研究液金喔 那也是我隨便看看的啦 因為你也知道沒有錢去算命啊 就想說自己研究一下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我也可以幫你補個掛 你研究這些液金補掛 有得到你想要的嗎 就當參考囉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說 我其實是一個單親媽媽 我帶了三個孩子 很多工作的事情 還有家裡面的事情 沒有人可以商量的時候 就把這個 當成跟老天商量囉 看看他可不可以給我一個方向 我不是說這個不好啦 對你來說 他也許是一個很重要的精神依靠 好 來 有空看看這個 相信他可以給你帶來一些 不一樣的看法 好 我有時間的話一定會看的 好 隨便看看 如果有問題的話可以跟我說 好 好 你忙你的 謝謝 謝謝 媽 媽 你怎麼了 誰欺負你 沒有 在看雜誌 這個雜誌我知道 我很多同學的媽媽都在看 這個世界上有好多的地震天災 我們一家人可以像現在這樣子 快快樂樂平平安安在一起 真的很不容易 世界上有好多人需要幫助 可是我們卻無能為力 我們把自己過好就好了 我們又沒有錢幫助人家 如果每一個人都像你這樣想的話 那這個世界就會變得 越來越冷漠 越來越無情了 媽 你就是想太多了 我建議你去交一個男朋友 這樣你就不會想這麼多了 不行 為什麼 爸都再婚了 有家庭了 媽為什麼不能交男朋友 我不管 不行就是不行 爸爸是我的 你不是有東西要給媽媽 趕快你出來 好 你也領薪水了 我以前打工的麵店老闆 都說展愛嘴巴最甜了 客人都很喜歡她 工作這種事情 你就交給我跟姐姐就好了 你就負責好好唸書 我會想說可以幫家裡一點忙 而且拿到薪水的感覺 真的超好的 來 拿包包 媽 今天晚上我要跟你睡 傻嬌鬼 我就是 怎麼樣 你們現在有工作 那你呢 你打工那邊怎麼樣 不要問 那我們一起睡覺 一起睡覺 去睡覺 喂 你好 我是曹小培 請問店長在忙 他不在 那 我什麼時候在打比較方便 有 他有我的電話 好 那我再等電話 謝謝你 拜拜 他如果要錄取妳 早就通知妳了 他可能忘記了 也許他錄取別人 早幫妳忘記了 就跟這樣也沒關係 那種人有可能會不適應 要不然就是 他可能也會離職 那我機會就來了好不好 妳真的很扭 我這叫做堅持 固執 就算是固執 也是折善固執 堅持對的事情 反正 好吧 說不過妳 死掉了 死掉剛剛好 起來 準備想跟我脫吧 要去哪 叫妳走就走 問那麼多幹嘛 乖 快 快點 我沒說我要應徵工作 你平常沒事在家 就是打電動 出來打工補貼家計 就算是打工 我也沒有說 要在火鍋店打工 這個姐都已經幫你想過了 你看這間火鍋店 離我們家這麼近 你走路就可以上班 不用花車錢 而且喔 這個老闆他有公餐 這樣子啊 你就不用伙食費 你賺的每一塊錢 都可以存錢 姐 妳精打細裝跟勤儉美德 看贈是好女人界的代表了 好說好說 不用這樣誇獎我 但是我壓力好大 我又沒有在餐廳打工貨 曹祖惠 唐唐男子漢到底在怕什麼 妳怎麼會我的履歷 這很難嗎 我寫一寫就有了 是妳們要應徵工作嗎 對 是我弟弟 好 看一下 曹祖惠 獨夜間部啊 正整排中班耶 這樣好麻煩喔 這個部分就請店長多多包涵 不過他很能吃苦喔 你家做什麼他就做什麼 而且你不要看他長這麼高 不是只長個兒 他很有力氣的 履歷上面只在飲料店 跟便利商店打工過 我做過餐飲嗎 店長 這個你不用擔心 因為我們的外公 以前就是開包子店 然後還有做過麵店 然後我們的媽媽 有經營過麵線湯 那我從國中 就開始在麵店打工 所以我們家有非常良好的 餐飲基因 一定會遺傳 我們會好好教他的 我看姐姐妳很不錯喔 有沒有考慮到我店裡面 打個工呢 店長 謝謝妳的賞事 但是我人生有其他規劃 好了 不要睡了 我現在就要回家了 好 拜拜 你好 你好 那天給你看的那本月刊 你看了嗎 我已經看了 裡面有好多好感人的故事 而且那些師兄師姐 他們真的好偉大 其實只要願意 每一個人都可以成為 去感動別人的人 你也可以一起來做一些好事 幫助人 你呢 我老實跟你說好了 我一個人要養三個小孩 如果你是要我去捐錢的話 我可能真的沒有辦法 幫助別人不一定要捐錢 你也可以跟我一起去做志工 我可以做些什麼 幫她洗洗澡吧 她的香蕉都有味道了 還有妳自己也是一樣 把故事挖一挖 我幫妳一禮吧 對面洗衣店 跟妳搭下藥店話 分明就是想追妳 人家才不會每一宵 追一個大朋友 那麼多歲的大姐姐 任歲月匆匆流去頭也不會 錯過的不必再去追 走過那些刻骨銘心的路 不曾後悔 生命給的每一次機會 我學會 珍惜有妳的每一天 再給我一點智慧 讓回憶變得完美 看那星星笑得多甜 經過了多少的陰晴圈圈 原來妳一直在身邊 這樣的愛不會改變 小字幕會不會把握放在台灣 正名火 替我海人生活 這次祝妳的時間 塞在寶寶 在你身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